我是称医的 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 各位家人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上线 与和睦一起 Coffee Break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课题就是 开心消费 也要开心感谢 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我们会再聊 首先要恭祝大家圣诞蒙恩 新年蒙福 今天是圣诞节 一般上圣诞节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你可以看到隔大的客户商场 都有很多竹销的活动 就是形形式式的竹销活动 不天盖地的在登场 各位家人 你在今天的圣诞节里头 你和我 我们都有消费的那种生活 圣诞节 我们就聊聊消费 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重要的部分 消费 在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当中 庆祝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消费 口误 包括旅行 基督徒如何看待消费 我们以何种的态度来面对消费 有什么准则 我们可以跟随 我们生活里头 意识住行 每一样的东西 我们都需要消费 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呢 我们经常被提醒的 基督徒需要消费 一方面需要消费 但我们不要过度消费 对吗 弟兄姐妹 那针对过度消费呢 我们也特别提到的 就是对于年轻人 那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呢 一般上 我讲一般上 他们不光用自己的收入来消费 一般上的收入 每个月的收入来消费 而且他们还提前消费 什么意思呢 还没有收入的 将来的 他们已经花上将来的钱 未来钱 未来的钱 透过这个什么信用卡 网络的贷款 去购买很多超出自己自负能力的物品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买不停手的 买不停手的消费方式呢 结果你可以看到 后果怎么样 可想而知 那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些年轻的信徒 他们每个月为了还卡债 而过瘾 可以说呢 管卡债 他们是卡炉 我们讲的 过瘾的 喷命 他们甚至求助于教会 请教会帮忙 因为卡债太大了 那这种过度消费的后果 你可以看到 也不单在年轻人当中 也在成年人当中呢 也出现了 所以在基督徒的群体里头 我们很明显的也看到 有某一族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 过度消费 谈到基督徒消费的问题 扣物的问题 当然有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信徒也会问 针对消费的问题 圣经 我们讲圣经 有何教训 可以来跟随呢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大家想想看 就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八节 圣经说 保罗讲的 只要有义有食 有一服穿有食物吃 就当自主 这两个字很关键 自主 那问题是 这句话 是否可以作为基督徒的消费观 就是消费的准则呢 自主 有吃有穿就自主了 当然我们知道 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针对这句话 我们首先要承认 圣经与我们是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 一个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时代 圣经的时代和我们先进的时代 不同的生活背景 不同的社会经济的模式 当然也有不同的消费的观念 所以怎么去正确的解读 刚才他接圣经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 我只能够说 针对基督徒如何消费 我们坦白讲的 是没有一个绝对准确的答案 那我的富裕就是说呢 我的富裕就是说 什么东西呢 我们消费的同时 听得清楚啊 听得好来啊 家人们 在消费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学习什么 要感恩奉献 那你如何消费 什么叫知足 我不在这里讲 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但是他有一个准则 我们可以学习的 特别在圣诞节的期间 圣诞节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对吗 刚才已经讲了 请大家不要忘记 什么东西呢 它更是一个感恩的节日 它不单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它也是一个感恩的节日 Thanksgiving 所以啊 我们不要忘记啊 在消费的时候呢 也要学习感恩奉献 最具体的一个感恩是什么 就是奉献 兄姐妹 圣诞节是一个消费的节日 它更是一个感恩奉献的节日 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